大家好,这里是《勾火营地》带来的一档全新栏目 好玩不过游戏 从游戏出发,分享游戏文化有趣的一切 关于栏目内容,我们在此郑重承诺 本栏目偶尔趣味盎然,常常主观一段 总是需要你的一键三连 下面让我们开始正片吧 这个世代,在游戏主机上愉悦的通通通 就像把光盘插进机器里一样简单 无论是Xbox还是PS平台 3D动作设计类游戏已经是游戏市场的主流之一 但在20年前,这件易如反掌的事情 对于当时的主机玩家来讲却没有那么容易 在2D时代,FC上经典十字键加按钮的布局 几乎为整个2D时代游戏设计奠定了基础 SFC、MD这些主机基本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做简单的加法 但是随着技术进步 家用机实时渲染3D画面成为了可能 这让过去按照2D游戏时代思路设计的手柄和游戏 逐渐变得格格不入 1996年,N64发布 任天堂把类比摇杆第一次带到了主机手柄上 360度的方向控制 第一次让玩家在家用机上感受到了精确控制的美好 也为3D空间下的操控奠定了基础 随后《马利欧64、塞尔达传说十之敌》这两款游戏 更为业界带来了锁定视角和自动相机控制机制 任天堂从硬件到软件提出的一篮子解决方案 为开发者们指明了3D时代游戏开发的道路 不过这个解决方案在硬件上人稍有不足 因为N64只有一个类比摇杆 而此时FPS游戏也已经在PC上诞生 并逐渐开始火热了起来 007黄金眼作为主机平台的第一款FPS游戏 尽管现在看来体验欠佳 但它仍是当年N64上销量第三高的游戏 在游戏时 玩家只能蹩脚地用单摇杆进行移动和瞄准射击 每当要进行手动瞄准就必须先按下R键 然后停在原定进行瞄准 而且在进行手动瞄准时的体验和2D游戏也没有什么区别 玩家的视角并不会跟着一起旋转 只有准心会动 所以当你的敌人走出屏幕时就会让人非常难受 而且早期3D游戏受当时飞行模拟类游戏的影响 外轴都还是反转的 这些对于如今的新玩家看起来有点反人类的设计 但在当时的主机上却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于是在1997年年底 也就是N64发布后的第二年 索尼推出了Dualshock手柄 这款手柄不仅加入了双振动马达 也第一次在手柄上加入了如今我们常见的双摇杆设计 但由于不少开发商还要顾及到PS原始手柄上没有摇杆的问题 而且此时Free Look这种操作方式也没有走向主流 所以PS上的3D游戏基本都是这样操作的 每个摇杆都要同时肩负移动和转向的功能 这种设计严重影响了玩家的操作效率 尽管如此 DS的出现着实为现代游戏手柄的设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其为代表的双摇杆 两组渐渐扳机的设计正式融入到2D时代游戏手柄十字键加四按钮的布局上 而现代的3A游戏也几乎是在这个按键布局的基础上设计的 要论手柄的双摇杆设计是如何发光发热的 我们不得不提到初代Xbox Xbox手柄的按键布局基本成绩自DC手柄 但是采用了与DS数量相同的功能按键设计 DS上的尖键被放在了Xbox手柄的正面 不过比起这款手柄的设计 真正让双摇杆真脏起来的还是光环战斗进化这款作品的出现 实际上光级在光环上所做的 不过是把他们当初开发的Mac游戏马拉松的操作方式移植到了主机 但这让主机玩家也感受到了Free Loot的魅力 他们再也不需要忍受老游戏的效率低下的瞄准方式了 初代光环和现代设计游戏的操作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左右摇杆功能被彻底分离 左摇杆只需要负责移动 右摇杆只需要负责瞄准 游戏中的准心也一直都在屏幕中心 为了更好的帮助玩家上手 同时也弥补摇杆在精致瞄准上的劣势 辅助瞄准系统也被引入到这款游戏里 而且光环中的插线换弹 Y键切换武器 A键跳跃的操作方式 现在你依然能在当今主流的FPS游戏里看到 Bungie在氛围营销和操作优化上的努力 让你在2001年初代光环里突突突的快感 完全不亚于现代的3A设计游戏 即使在2020年的今天去玩初代光环 除了画面和音效稍显过时 在操作手感上并不会感到什么不适 来到Xbox 360 PS3的世代 手柄无线化在这一世代开始成为标配 任天堂推出了Win Remote 缺一门新色的稿体感了 和另外两家平台的常规3A游戏尽未分明 而传统游戏手柄的设计也在这个世代走向成熟 两家的光环 战争机器 神秘海域这样的动作设计类游戏 在这个世代开始成为3A游戏的主流 Xbox 360学习了Dioshock上的肩剑设计 同时360手柄的非对称摇杆 和这些主流3A游戏开发的方向很好的契合 左摇杆和XYAB作为最常用的功能 被放在了上方这个最为舒适的位置 长渐程的扳机键在设计游戏里能让人更有沉浸感 渐渐轻做的短渐程 适合用于动作游戏战斗中的快速操作 而且微软在人体工学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让这款手柄能够贴合大多数人的手部曲线 除了以上这些 Xbox Live和线上聊天是微软上世代的招牌功能之一 于是Xbox 360手柄还贴心的为玩家增加了2.5mm耳机孔 插上耳机在线与队友畅快的进行沟通交流 实现起来非常方便 而索尼这边在PS3时代为手柄加入了6轴感应 并预言6轴体感会是游戏操作的未来 不过出版DS3因为专利问题并没有震动 而且DS3在设计上人和最初的DS几乎没有太多区别 这套几乎也用了10年的外形设计 让一些玩家感到不满 在PS3上 游戏通常不像Xbox那样用扳机进行瞄准设计 而是采用了肩肩操作 这和DS3的设计有很大的关系 尽管DS3已经在背部曲线进行了比较大的改善 但从1997年就没怎么变化的DS外形 在人体工学设计上依然有很多欠缺之处 搬机键不仅短小而且曲线向内 回馈感非常弱 PS3时代几乎所有游戏只会把搬机键用于战斗中的辅助操作上 而且DS3肩进的位置过于靠前凸起 在玩这些主流3A游戏时 你的手指必须要比成不太自然的C型 用久了很容易糊口发疼 DS的设计在1997年虽然很先进 但在10年后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另外DS3的六轴体感功能只有极少数的第一方游戏才会用到 而且实现的多半也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功能 而3.5毫米耳机孔的缺失 让不少喜欢PS3多人游戏的玩家感到了不便 玩家只能用蓝牙耳机或者性价比不高的PlayStation R才能愉快地和网友交流 而且别人还得忍受你游戏声音外放带来的回音 回到本世代 DS4终于有了长足的进步 人体工学设计有了大幅的改善 3.5毫米耳机孔也终于被加入 除了部分重度设计游戏玩家还会因为对称摇杆设计而颇有微词 但对于广大玩家来说 这已经是自DS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进化 DS4已经把DS3上那些缺点都大幅进生了改善 但新加入的触摸版还是和此前的六轴感应一样尴尬 专门为其设计一套玩法的游戏厂商并不多 手柄新增的灯条被设计用于一些AR游戏 但必须要配合PlayStation Camera这个另外购买的配件才能发挥效用 而微软这边 360时代手柄已经做得不错 Xbox One也就只能继续锦上添花了 更宽更大的扳机键再加上扳机振动 让玩家在射击和赛车游戏里手感更加舒适 十字键内部换成了按键式微动 方便动作射击类游戏中更加快速精确的功能性操作 而任天堂和Steam则在其游戏手柄中加入了陀螺仪感应功能 Steam控制器主打触控板加体感的设计 在社区反馈中被一些玩家认为熟练上手后拥有接近鼠标的高精度 任天堂也通过手柄的体感功能和喷射战士2这样的游戏 让玩家看到了手柄玩设计游戏的更多想象空间 而这也可能会成为游戏手柄未来的新一个进化趋势 而本世代各种第一方和第三方高端手柄的相继出现 也让手柄市场更加百花齐放 微软推出的精英手柄在PC和Xbox平台有着非常出色的体验 扎实的用量 可定制的模块化设计也让大家看到专业手柄的更多可能 索尼有大量官方授权的第三方产品 除了更好的做工设计不说 有些品牌还提出了全定制的概念 玩家在购买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和预算 来决定自己的手柄采用怎样的布简和外观 还有些品牌则使用了模块化的设计 振动模块可以自由拆卸 摇杆和按键的布局也可以自由选择 除此之外还提供软件上的支持 让玩家可以对按键功能和摇杆灵敏度曲线进行自定义 不过要说缺点 那就是这些手柄都价格不菲 一只手柄接近主机的价格 让很多普通玩家都会望而却步 如今次世代即将来临 微软和索尼都公布了新一代主机的手柄 微软为新手柄引入了类似精英手柄的十字键设计 扳机和尖键进一步添加了防滑触点 而索尼这边尽管为新手柄Ducense引入了全新的外形 但功能上也没有过多变化 加入了那只麦克风的同时也为扳机键带来了更好反馈 以及更好的振动效果 总的来说 相比过去游戏手柄的大幅进化 次世代的改进很难让人兴奋起来 像过去V-Remote这种标新利益的手柄 以后恐怕很难再见到了 如今的游戏手柄正变得越来越好用 也越来越无聊 面对这样的情况 对于下一世代的游戏手柄 你有什么特别希望加入的功能吗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